嘉义县阿里山茶远近迟迷 阿里山茶叶生产合作社 在7号举办了2022冬季优良茶比赛 由嘉义县长翁张良来亲自颁奖 只是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 其实这个冬茶是有减收大约有五成的 不过茶农能不能表示 这个品质依旧非常的好 比赛名次一揭晓 这个获奖茶甚至立刻被抢过一空 桌上摆满一盒和阿里山茶叶 这些都是比赛茶 阿里山茶叶生产合作社 7号举办2022年冬季优良茶比赛 由嘉义县长翁张良请辞颁奖 恭喜获奖茶农 今年阿里山茶叶生产是减收 但是销收非常好 今年天气不稳定较弱 水分就不够 所以减收成差不多50% 受到气候影响 虽然今年阿里山东茶减收 但整体品质水准仍然很高 从菜茶发酵到烘焙等 每个步骤都相当用心 完全不马虎 为防止其他茶叶余目混珠 今年跟规定参赛茶要准备生产 溯源证明履历标签 让消费者安心购买 现场表示阿里山茶是茶叶指标性品牌 今年销售量更是特别好 水货奖茶一抢而空 年节将近也已经成为春节热门半熟礼 记得蔡琼吴嘉宜报导